孙哲深谈频道 深入思考我们的世界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接着谈朝鲜问题 朝鲜这块地方啊 从历史上来看 好像它经常是一个叫做出世的地方 如果呢 用现在一句流行语来说的话 叫做坑爹 就是朝鲜这个地方啊 经常发生坑爹的事情 中国啊历史上就被坑了两次 第一次中国被朝鲜坑爹啊 那是1894年的甲午战争 其实这个甲午战争呢 也可以称为叫做抗日元朝战争 因为当时日本侵略朝鲜 中国也就是当时的大清国了 他就出兵啊救朝鲜 结果呢 朝鲜没有救下来 中国反而自己呢 割地赔款割让台湾 还有两亿五千万白银的巨额赔款 中国这次甲午战争的战败 割地赔款呢 完全是为了朝鲜啊 因为啊 当时中国他并不是非要出兵 保卫朝鲜不可的 另外一方面啊 在这个甲午战争之前啊 其实在中国当时候的这个政府高层里面 就讨论过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我们要朝鲜还是要台湾的问题 当时啊 李鸿章啊 就提出来 就是我们放弃朝鲜 只要保住台湾就可以 所以他呢 李鸿章就是立主啊 我们不要干涉朝鲜的问题 不管朝鲜的事情 我们只是一心一意把台湾保住 可是当时的那个光绪皇帝啊 他是比较贪心的 就说朝鲜台湾我们都要 好 结果中国就出兵朝鲜 后来呢 当然就是朝鲜和台湾也都丢了 两个都没要到 如果呢 当年中国不出兵朝鲜的话 对朝鲜问题不闻不问的话 或者是说认听日本的侵略和吞并朝鲜的话 那么中国的台湾呢 就可以保下来 也就更不用替朝鲜去赔什么 两亿五千万两巨额白银的赔款了 结果啊 就是因为中国政府的决策错误 当时呢 当然说光绪皇帝的决策错误了 朝鲜呢 没有保住 台湾又丢了 另外还赔掉 两亿五千万两白银的巨额赔款 后来日本的这个迅速崛起啊 和中国这笔巨额赔款也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如果没有这笔巨额赔款的话 那么日本崛起的可能就不会那么快 如果日本崛起的不那么快的话 那么后来日本侵略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就不会发生了 我们这么一想的话 哎呀这个当年大清国的这个决策失误啊 可以说是犯一错 成千古恨了 那么第二次呢 中国被朝鲜坑爹啊 就是1950年的这个抗美援朝 1950年的时候啊 因为这个北朝鲜啊 看到中国 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啊 在这个中国大陆的胜利啊 把国民党啊赶到台湾去了 所以当时候的北朝鲜领导人金日成 他就想了 哎我们也可以出兵这个南朝鲜 把这个朝鲜半岛就统一了 这次呢 北朝鲜出兵这个韩国 或者南朝鲜吧 完全是他们的一个自主的行动啊 并不是中共支持他们这么做的 这一点呢 历史上是很清楚的 就是北朝鲜和中共也没有商量过 他们这么干了 后来啊 朝鲜战争中啊 这个美军啊 出兵干涉朝鲜以后呢 当时候其实中国也不是非要出兵 保卫朝鲜不可 中国啊 是可以不管朝鲜的事的 特别是啊 当时啊 在中国的那个高层啊 也有一个要朝鲜还是要台湾的问题 如果呢 中国不出兵抗美援朝 就认听啊 这个美国啊 拿下北朝鲜 那么作为交换的话 美国也是可以默认 中国大陆把台湾拿下来的 结果呢 中国呢 出兵保朝鲜 抗美援朝 北朝鲜算是这个保住了 可是呢 中国付出的代价也是非常大的 首先呢 我们牺牲了几十万人 这个士兵 是吧 志愿军士兵 而且呢 毛泽东的儿子 毛岸英 也可以说是毛太子了 也战死在朝鲜 这个损失真是非常大的 如果啊 当年中国不介入朝鲜问题的话 那么朝这个美国呢 他也不会介入中国的台湾问题 中国为了保朝鲜呢 所以呢 结果就遭到美国介入的台湾问题 等于是把这个解放台湾的机会给丢掉了 更有胜者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对朝鲜付出如此大的牺牲呢 朝鲜呢 方面呢 他不但不什么感谢感恩呢 反过来还要批判 就是中国你出兵啊 是为了干涉朝鲜的内政 反过来是骂中国的 现在呢 北朝鲜的这个宣传中啊 根本不提什么中国的抗美援朝了 反而他经常批评啊 或者批判 中国试图干涉北朝鲜的内政 所以说呢 中国这场抗美援朝啊 既得罪了美国 朝鲜那边还不认账 还不感谢 真可谓是两边不讨好 所以人们所谓的这个坑爹啊 就是这么一个效果了 第三次这个中国被北朝鲜坑爹啊 就是现在的朝鲜核问题 那么我们先说一下 这个朝鲜核问题的由来吧 北朝鲜啊 他从1960年开始啊 他就开始独立制造 自己原子弹的计划 他就有这么一个计划 就开始搞了 因为啊 当时这个中国和苏联啊 他都不支持北朝鲜 自己发展核武器了 所以呢 北朝鲜的这个核计划 也是瞒着中国和苏联秘密在搞的 这个1970年代的时候啊 美国就发现 北朝鲜在秘密的搞这个核武器 他有一个核武器的秘密计划 所以呢 美国啊 美国啊就开始关注这个朝鲜的核问题 因为啊 美国是扮演一个国际警察的角色了 所以他对哪个国家搞核武器这些问题啊 他是特别敏感的 打个比方啊 警察执法他需要有枪啊 如果警察你有枪 犯人是也有枪的话 那么你警察执法就非常困难了 对吧 现在呢 美国他要扮演一个国际警察 他要来维护世界和平 所以呢 美国他本身就需要有核武器 就等于是警察的枪了 如果试图破坏世界和平的犯人吧 他没有核武器的话 那美国就比较好对付他 如果这个犯人他有了核武器的话 那么美国这个国际警察 想对付这个犯人也就非常困难 在美国看来啊 你像什么印度啊 巴基斯坦这些国家 他们是算是比较遵纪守法的良民 他是承认美国这个国际警察地位的 所以呢 美国啊就可以允许印度啊 巴基斯坦这些国家拥有核武器 这就像警察可以允许良民 他有枪一样的 可是呢 根据这个美国的标准来看呢 北朝鲜伊党这些国家 那就不是遵纪守法的良民嘛 美国认为啊 北朝鲜伊党这些国家 一旦有了核武器 他们就很可能会闹事 所以呢 美国作为警察吧 他就必须防范于未然 就要阻止这些国家拥有核武器 甚至呢 在必要的时候 可以不惜动用武力的手段 来阻止他们拥有核武器 1988年啊 美国在国际上正式宣布 说北朝鲜正在搞核武器 不过呢 当时啊 北朝鲜政府他是一口否认的 说我们没有搞核武器 我们只是在搞一个 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研究 现在看来啊 当时美国的情报 还是比较准确的 北朝鲜确实是在秘密搞核武器 从那个时候开始 只是呢 当时北朝鲜还没有搞出来 所以他们还需要保密一段时间 在此之后呢 这个北朝鲜的这个核武器问题啊 就成为美国呢 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这也是因为美国人 他这个警察心态的原因嘛 谁有枪我就要管谁呢 我们呢 以前说过 中国人呢 他是一种普通百姓的心态 所以呢 中国人不太关心 北朝鲜的核武器问题 中国人想呢 只要你北朝鲜这个核武器 不是用来打我们的 啊 我们就不管了 就像这个普通的老百姓一样 谁有枪我们不管 只要你这个枪不打我 我就不管 但你警察就不一样了 谁有枪他都要管 不管你这个枪 是不是用来打我的 是我都要管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那就不是警察了 对吧 好 这个美国呢 他确认这个北朝鲜啊 在搞核武器之后啊 他就试图通过各种的方法 来促使这个北朝鲜 放弃核武器 这件事啊 本来是美国这个警察 和北朝鲜这个犯人 这两个 这两家的事情吧 美国这个警察不允许 北朝鲜拥有核武器 北朝鲜这个犯人呢 他非要搞核武器 所以这两家就干上 那么这件事呢 本来和中国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不过呢 美国在这个外交上 他是很老谋深算的 所以呢 美国啊 他不单独和北朝鲜 谈核武器问题 他要拉上中国 我们一起谈 就要把中国也拉到 这个和北朝鲜 这个核武器谈判的 这个谈判桌上来 在1997年的时候啊 美国中国朝鲜和韩国啊 就举行四方会谈 开始呢 讨论北朝鲜的核问题 这个美国邀请中国 加入这个朝鲜的 核武器谈判问题啊 当时中国大概是觉得 这样自己可以显示一下啊 我们这个大国的国际地位吧 很有面子 所以居然就答应了 加入这个四方会议 一起来解决 北朝鲜的核问题 现在我们看来啊 中国1997年 加入这个四方会谈啊 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失误 美国啊 拉中国去 一起去解决朝鲜问题啊 其实呢 他是让中国当这个 北朝鲜的这个担保人了 如果北朝鲜不听话啊 那美国不找北朝鲜 美朝鲜 这个美国啊 是找你中国 要你中国去管 北朝鲜的问题 其实啊 中国根本就管不了北朝鲜了 中国越是试图去管北朝鲜啊 越是呢 反过来造成了北朝鲜 对中国的这种抵抗和愤怒 因为啊 本来啊 这个北朝鲜就一直拒绝中国管他们这个朝鲜内部的事情 他经常批评啊 中国在干涉朝鲜的内政 那么现在 中国来管北朝鲜的核武器问题 这不是吃肉的干涉北朝鲜的内政吗 所以这就更加激动了北朝鲜 更加不听中国的话了 因为这个北朝鲜看来啊 中国你本来可以不管这件事的 现在你中国加入进来管这件事 充当这个美国的马前卒啊 这好像有点皇帝不及太监籍的味道 这是让北朝鲜更加愤怒了 所以呢 中国出面管北朝鲜的事啊 那是火上浇油 起了反效果 所以呢 中国来管这个北朝鲜的核武器问题啊 就被北朝鲜骂为干涉内政 美帝的走狗 是更加不听中国的话了 可是呢 北朝鲜这边不听话 美国又要责备中国 说你不帮忙 没有管好自己的小兄弟 美国又要批评中国 这样一来啊 中国是在北朝鲜那边挨了骂 在美国这边呢 又要受到鼠弱 真是要在里外不讨好啊 说实话呢 中国在这件事情上呢 还真是有点冤 所以说啊 中国1997年加入这个朝鲜问题的四方会谈啊 是一个很重大的失算呢 他搞得自己里外不是人 非常的被动 现在呢 美国要求中国对北朝鲜实习 非常严格的经济制裁 他试图啊 从这个经济上这个搞垮 这个金正恩政权 从而最终啊 解决这个北朝鲜的核问题 可是呢 在经济上搞垮这个北朝鲜政权啊 这已经超出了中国当初加入四方会谈的 这么一个框框了 因为这已经不是解决核武器的问题了 而是要搞垮金正恩政权的问题了 现在呢 中国已经加入了四方会谈了 所以中国就对这个朝鲜有了连带责任了 朝鲜不听话 美国就要叫你中国来管 现在搞得中国也是非常的苦恼 非常的被动 也许啊 有人会这么说了 说是这个北朝鲜政权啊 这个金正恩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是吧 那么中国在经济上搞垮北朝鲜政权啊 也不是一件坏事 这样的看法呢 他是把这个问题啊 简单化了 因为你搞垮北朝鲜政权啊 和这个解决北朝鲜的核武器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了 因为北朝鲜呢 离美国很远 北朝鲜政权垮台 对美国的冲击啊 它不是很大的 可是呢 北朝鲜是中国的邻国了 如果北朝鲜政权垮台 对中国的冲击那就要大得多了 我们且不说 北朝鲜是有什么内战的可能性了 就说是这个北朝鲜的难民问题啊 这个中国也是非常难办的 如果北朝鲜政权崩溃了 大量的难民跑到中国来 弄不好就会给中国本身啊 带来一些非常难以承受的困难 甚至说是灾难 我们现在看了 现在叙利亚的问题 就给欧洲带来很大的麻烦了 很大的困难 这个呢 就是前车之鉴了 所以呢 对于中国来说啊 把北朝鲜政权搞崩溃啊 它是要冒非常大的 这个无法预测的风险 如果说北朝鲜政权啊 它崩溃以后 可以实现这个政权的平稳过渡啊 和平接班 这个是最好的 但是呢 很多事情你是无法预料的了 同样你也可能出现 就是说 伊朗克那样的长期的内战 甚至这个朝鲜的内战 这个战火会打到中国来 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呢 在中国的这个高层看来啊 这个北朝鲜政权维持现状 这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至少啊 在现在中国的这个高层当中啊 没有人愿意承担 北朝鲜崩溃这样的责任 如果你把北朝鲜搞崩溃的 这个责任谁来负呢 谁也不愿意负这个责任 所以呢 这个北京啊 对这个北朝鲜的这个制裁问题啊 在经济制裁上 他肯定是有限度的 他不希望把北朝鲜搞得崩溃了 这个风险实在是太大了 是中国难以承受的一个风险 好 我们从历史上来看吧 中国已经被北朝鲜坑了两次了 第一次呢 是1894年的抗日元朝 第二次呢 就是1950年的抗美元朝 这次呢 北朝鲜呢 又在坑中国了 那这个结果会怎么样呢 我们只能说是叫做拭目以待吧 好 那么下来我们 一定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中国应该怎样来应付 或者是应对这个朝鲜问题呢 这个问题呢 我们在下次再讲 今天啊 就先讲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 前来观看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 敬请有兴趣的朋友们 继续前来观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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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